尊敬的网友们,推友们,大家好。 这是文贵达到13万推友关注的感谢视频。 虽然我们的敌人,盗国贼们采取了各种下三滥的手段, 但是网友的关注没有减少。 这对文贵是最大的一个鼓励,也是我的动力。 我一定不辜负这个网友们和网友们对我的这种支持。 今天我想主要谈一下,从昨天到今天大家谈的最多的事情, 就是海航这个事情。 实际上我都准备了这些绝大多数的证据和事实, 我是要在全球新闻发布会上去讲的。 我简单讲几个观点。 这个事实,大家不要主要说证据是事实。 现在这个海航的所有的有关的经济数据、财务数据都在网上可以查得到。 这不用我去提供证据。 这个海航在短短的这几年, 从一千万发展到一万亿人民币,一万亿,天下少有。 他七个股东,每个人的这个现代是一千四百个亿平均的产值了。 一千四百个亿。 这也是人类上前所未有。 那么昨天我看到了秦伟平先生, 在这个陈小平先生的明镜火拍当中的一些论断, 非常的专业。 那么这是咱们所有的推友们和网友们应该注意去看的节目, 去多听一些专家去说一句话, 而不能广听的一些所谓的人,一些专业人士,点评人士, 只是证据证据,只要证据不顾事实, 只要只给我要证据而不自己去找证据, 或者自己去找这个事实,这个线索。 文贵不是法官,谁都不是法官,文贵也不是警察, 也不是警察官,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事情。 秦伟平先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角度, 那就是说,他问了几个问题非常的好, 海航这几年这个贷款拿什么做抵押的? 而且他将近百分之百的钱都是从国内贷的, 那么他为什么不在国外贷款呢? 他拿什么做抵押的? 第二个就问你,问题非常好, 按照现在陈锋先生自己所说的, 他的资产现在是一万亿, 负债百分之七十,就是七千亿, 实实不是的,超过八千亿贷款。 这个将近七千亿货也好,八千亿贷款也好, 百分之十二的平均的利息的财务费用。 那么他就是一年要大概赚八百亿到九百亿的纯利润, 还要扣掉他所有的成本, 按照中国现在政府公布的, 就各种行业的回报率, 存利润超过百分之五的, 几乎很少。 那甚至就是贩毒的, 搞黑社会的了, 那贪官是没有成本的了, 是百分之百的利润。 如果正常的商业的话, 那就这样的算, 大概八百亿到九百亿的存利润, 他的营业额大概得到两万亿。 这个两万亿, 很显然, 这个秦北平先生说的第三个很好的角度, 他说到, 这个钱最重要的是, 他说是四百多亿在海外, 错了, 大概六百多亿美元已经到海外。 这些六百多亿美元到海外, 投资的主体和结构, 很多都是跟海航国内的贷款的机构, 都已经没有关系了, 和上市公司都没有关系了。 那结局很简单, 就是国内有一天他的企业破产的时候, 那把他宣布破产就行了, 海外这六百亿美元怎么追回去呢? 谁能追回去呢? 秦北平先生说了, 那就真的是一百年, 通过司法帝国都很难把钱给追回去。 另外一个秦北平先生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, 如果他没有背景, 这个贷款怎么可能带得出来呢? 那是不可能的, 我可以今天负责任的, 我愿意一个陈丰先生, 王健先生面对面的对质, 可以在任何地方打官司, 我保证他的贷款都是不合规不合法的。 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度, 中国现在老百姓, 连取三千美金五千美金的孩子上学都不让取, 那你怎么把这个几百亿美元给汇出来的呢?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 那么这个你汇出来的, 这个你汇出来的美金还有投资的取向, 国内银行怎么控制呢? 根据中国现在的这个所有贷款的控制体制是不可能的。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, 秦伟平先生给出了我们大家很多很好的观点和专业的意见。 这个专业的意见和这些观点就是一个对照了今天海航的事实。 海航跟我无仇无厌,我在此真的是, 我希望陈锋先生和王健先生你们一定要明白, 我跟你们无怨无仇。 这个我也知道做企业有多么的不容易, 在那样的大份池子里边能游泳能活到今天都不容易。 我跟你无怨无仇, 你不用上别人的当, 你找你的福布斯黑我, 你找这种这个什么美国的黑社会想办法干掉我,做掉我, 然后想尽办法去研究我,陈锋先生王健先生, 特别陈锋先生您是信佛的人, 您是虔诚的佛教徒, 我非常的尊重您。 您去想想, 这件事情文贵是没有选择的, 我没有选择。 您做的这个事情不是文贵报, 早晚都得报。 而且您也要知道, 您和王岐山书记几十年的相识, 到海南所有的你们的这个合作亲密无间, 包括这些银行行长带给你钱这些关系, 而且这些行长给我和提供了各种的贷款的理由, 当初的过程和细节, 每个人都害怕被王岐山书记给抓了。 而且你们每天几乎一年, 我们给你数一下过去的大概在七八年里面, 这个王健先生和这个姚庆先生在一起的时间, 超过了他夫人的大概是二十倍。 王健先生和姚庆先生飞行的时间已经几千个小时, 也是人类上可能是最多的了。 那么姚庆先生和王健先生给银行代表, 几乎是姚庆先生出面, 代表王岐山书记出面。 而且是王岐山先生的夫人姚明山姚明端, 都是经常做你费地, 也不是一次也不是十次, 那是N次。 那么很简单, 中国谁有这个本事, 只有王岐山书记、孟建柱书记有这个权力。 当然了,习主席有这个权力, 他不会这么做的。 那么只有他们有这个权力。 他们是什么样的情况下, 让您带了这么多钱呢? 您带这钱都六百亿美元转到境外去, 怎么能保证这个钱能还和回报呢? 陈峰先生, 您可能听着不舒服, 但是陈峰先生这一天, 陈峰和王健先生这一天你们早晚都得面对的, 这些钱都是老百姓的钱, 这些孩子上不起学, 看不起病。 你看到咱们国内的这些山村的人, 大多数人还现在是人与处同居, 人类上最惨的时刻, 除了这个实际时代之外, 人和处相聚还有很多的。 我们一想想, 头一段时间在四川吧, 这个山区里边, 一个家的家庭妇女, 丈夫还残废了, 他为了这个生活下去, 最后取消了他三百块钱的低保, 最后他把四个孩子全部给砍死, 最后自杀。 他只需要几百块钱, 可是现在我们这个任何一个企业家都有良心, 我们把钱都转到境外以后, 怎么给这个社会交代呢? 所以说陈峰先生和王健先生希望你们能对文贵这种行为呢, 表示理解。 但是你不理解我也没办法, 你是个信佛的人, 这可能都是我们的宿命吧, 佛祖上天给了我们使命, 背了不同的角色。 我希望您真的能静下心来, 好好思考这个因缘, 这个轮回, 这个开始。 特别我要说到, 昨天我录的那个视频当中呢, 这个BBC的采访报道的叫完整版, 实际是不完整的, 那么因为在这个调整字幕当中啊, 它采了很多。 这个BBC呢, 当时没有播出的原因非常简单, 就是这个胡舒立, 还有国内的很多的人施加了压力。 BBC呢, 需要我修改, 修改这个十九分钟的版本, 二十几分钟的版本。 而我本人亲自去了BBC的总部见到的最高层。 我非常明显的感受到, 就是咱们这个国内的媒体, 已经深深的影响了BBC。 而且他们的管这个全球的这新闻部的总裁, 刚刚的访问了财新, 而且访问见了胡舒立。 所以说, 我感受到了他们这个BBC, 受到了中国的各方面的压力, 包括他们也召架了BBC的几个记者, 要求也是取消他们的这个记者签证, 让他们这个威胁他们不要播出。 我可以理解BBC, 但后来呢, 这个视频呢, 因为是我有, 后来还有我们自己配的这个英文字幕, 在配字幕当中呢, 就是掐的呢, 这个剪辑的呢, 不好。 那么一千亿美元我要重申一下, 一千亿美元是, 在问到我们的几个基金的时候, 这几个基金总管理的资产, 管理的资产的总额, 约一千亿美元, 那不是文贵的, 那文贵有一千亿美元, 我也不爆料了, 这个, 我可能真的是干别的事儿去了啊, 这是一个, 第二个, 我们家族所涉及管理的资产和拥有的资产, 280亿美元, 希望也不要误会。 第三个是这个, 其中讲到的是, 唐币党车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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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是唐廊党币, 这个中间呢, 前面有一段故事, 因为这个, 我本身是口误, 这位给我通话的领导呢, 也口误, 所以说呢, 我就说了, 他也纠正了我, 我还告诉他说, 你这个唐廊党, 唐币党车和唐廊党币, 实际都一样, 就是我是小人物, 您就是说的, 我就是个虾米都不是, 所以这段都掐了, 希望大家能理解, 但是我不在乎, 现在网上很多批评, 文贵没文化呀, 真的没文化, 想装有文化, 那多累的, 多可怜的, 我可不想装, 但是呢, 我特别对我自己的这个水平和修养, 还有道德, 那是非常自信的, 所以说呢, 所有文人批评文贵有没有文化, 我再说, 我是流氓, 我是土匪, 我是诈骗, 我是杀人犯, 由法院来裁决, 我今天干的事, 跟我郭文贵是什么, 没关系, 主要的是看, 我报的料, 是否对这个国家有帮助, 是否对这个人民有好处, 是否能真的推动以法治国, 是否能真的能推进不要以贪反弹, 不要以警反弹, 不要以黑反弹, 这是最重要的, 文贵的事情, 文贵自己承担, 文贵的水平, 那文贵自己要承受水平, 我带来的任何政府负责作用, 所以呢, 大家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个上面, 另外一个最后我想说的, 还是回到海航的时间, 海航的时间, 所有的涉及的这些银行的贷款, 未来一定会真相大出的, 一定会真相大出的, 我知道最近这个北京派来了最高层, 有中主部的, 也有政法委的, 还有公安部的, 都到美国在华盛顿, 这几天我都得到消息, 国内外, 就是不惜代价, 要把文贵给弄回去, 他们真觉得是美国, 就是他们的某个局呢, 就是他们的公安局, 北京市局, 江耀栋说了算的, 他就以为是大连是公安局, 刘乐国局局长说了算的, 你们可以试一试, 当你们再无底线往前前进的时候, 你看看会发生什么, 只要你不一枪把文贵给毙了, 你不把我这楼给炸了, 你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, 你们已经试过很多年了, 二三十年来, 文贵已经给你们再表演二三十年了, 再表演一次也不多, 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, 虽然有人也给我私下接触, 缓兵之际, 一面讲和, 后面一面埋兵固阵, 准备把文贵一箭封口给射杀, 你要在美利坚共和国, 你们要能做到这个了, 郭文贵死了也就值了, 因为这会让文贵用生命来证明, 你们是真正的盗国贼, 你们真正的是龌龊的, 你们是坏人, 还有美国这个国家也不可信任, 用文贵的生命的唤醒这些, 那是值得的, 希望你们在纽约, 在华盛顿的所有来跟美国政府, 以国家利益来交换, 要把文贵弄回去的人, 希望你们生活得很好, 你们注意安全, 不是这个世界都是你们说了算的, 文贵做好了一切准备, 我也希望你们做好一切准备, 咱们拭目以待,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, 谢谢您, 谢谢所有的退友们, 谢谢。